同加油站的監視器清楚拍下 一部警車沿著環中路 準備返回派出所 突然一部黑色轎车窜出 双方直接对撞 警车失控 先是撞上分隔岛 接着整辆车90度的侧翻 援警受困里头 等待消防队到场 将援警拉出送衣 幸好只有头部擦上 没有大碍 而整起事故发生在台中市乌日区 五光路与環中路七段 根据警方表示 肇事的原因就是这部轎车闯红灯 车祸后警车不仅是车头全毁 后挡风玻璃也一变都破碎了 而黑色的轿车呢 车头也一样是全毁的状况 根据附近的加油站员工表示 当地的号制灯比较复杂 那可能肇事驾驶是一时不熟悉灯号 才会闯红灯 而肇事驾驶呢 不止闯红灯 还直接撞上警车 这下逃也逃不掉